说到贪腐,相信很多人都会痛恨,这或许也是人性的一种毒瘤吧。 因此,自古以来的历朝历代的官府都存在着贪腐现象,历朝统治者的高层都曾想方设法地去打压贪腐,特别是明朝初期的朱元璋在这方面更是绞尽了脑汁,据说他为了治贪,曾狠心杀人十五万,但是最终却收效甚微。 然而,历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当时为了治贪却只用了三招便让贪官吓破了胆,那么朱元璋杀人十五万都治不了贪,为何雍正只用三招就搞定了,以史为鉴,以往鉴来。 订阅锐历史,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要说治理贪污力度最大的,可能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为了补贴生计,就去给地主家放牛,虽然家里经常积一顿饱一顿,但好歹父母双心还在,即使会饿,日子也到,也能凑合过下去,只可惜命运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 一千三百四十三年,朱元璋的家乡发生旱灾,次年又发生了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朱元璋的父母哥哥全都被饿死,当时朝廷不是无作为,而是拨下来的救济款和粮食,大部分都被贪官收入囊中。 很多百姓都挨不住,离开了人世,朱元璋去求地主家,让他们借点钱,让自己安葬父母大哥,可惜地主无情,让朱元璋连快给父母下葬的目的都找不到,从那里以后,朱元璋就痛恨上了贪官,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制定了严酷的法律对付贪官,在这套系统当中,上到中央政府,下到地方官员,都在朱元璋的严格管控之下。 哪怕是监察部门本身,朱元璋将其一分为二,让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制约,不只是监察体系,在朝廷之外,朱元璋还加强了百姓的监督作用。 让百姓来监察官员们的所作所为,朱元璋在五门外特设名冤谷,民间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讨不回公道,可上京击鼓,直接告狱状,他为百姓拓宽了检举通道,制定了相应的检举讲成体系,直接让百姓们参加到了对官员检举监察的行动中。 这一举动在历朝历代都是难得的,他在位31年的时间,杀掉了15万贪官,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是,当年的朱元璋为了惩治贪腐,还专门制定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刷洗,销令,撑干,抽肠,包皮等等,想想都令人胆寒。 其中有三种酷刑最为厉害,他们分别是,无马分尸,车裂,包皮喧草,凌迟处死,而当年的朱元璋杀一个贪官的最低标准是,只要贪上60两银子就得处死,按道理说,朱元璋这样严厉地打击贪腐,明朝的贪官应该被震慑住了吧。 可事实是,在朱元璋如此厉害的质贪措施下,明朝初年依然出现了四起特大贪腐案件,他们分别是空益案,郭桓案,胡维雍案和蓝玉案,也就是说,明朝初期的贪官是杀了一波又出现一波,朱元璋甚至将屠刀都伸向了自己的侄与外甥,到了最后,朱元璋反倒落了个暴君之名。 晚年朱元璋更是发出,招致而木贩,木质而臣义如之,施魏矣而人为忌种,致欲重而贩欲多。 的哀叹,特别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员贪污腐败更是成了官场上的常态。 这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呢? 其实,朱元璋一生反贪,主要是以杀制贪,但是却忽略了疏通的策略。 据历史记载,大明初期,朝廷的官奉低的都无法活命。 据记载,当时朝廷的正义品官员,一个月的凤米为八十七十,而正七品官的凤米只有七弹五斗,按当时的生活标准。 一个县令一个月的月薪折合成银两,只有五两银子。 这样的待遇,养家确实有些困难啊。 因此,很多人为了家里的妻儿老小,自然要铤而走险了。 清朝治理贪污的法子要比明朝有效得多。 而这个人就是雍正,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突然驾崩,一向毫无胜算的黄四子印针被雍上帝位,使称雍正帝。 而康熙是清朝历史上少有的千古一帝,他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然而晚年的他眷于正事,对于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官员过于仁慈,对他们的贪污腐败也是不闻不问,以致朝廷上明码标价的买官欲绝,向总督,巡抚都是明码标价的卖官,甚至连太子印仁都身陷其中,印仁为了填上户不欠款。 明码标价四川延到五十万两,其他大臣和官员就更不用说了,而造成这些官员贪污腐败的罪魁祸首不光是由于康熙的纵容,也有其朝中重臣的暗中作梗,助长了其贪污腐败之风,堂堂大清帝国已是危机重重,而此时康熙留给雍正的是一个只有八百万元银子的烂摊子。 雍正在位时,诸杀贪官不计其数,在追查贪官时,就是死也不放过他,让他的子孙做穷人。 雍正说,这些人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丝比赖,借死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 这万万不行,雍正的招数相比朱元璋要高明了很多,相比朱元璋很辣的诛杀,雍正的招数更是诛心之举,雍正打击贪官的办法分三步。 一,首先罢官,然后再索赔,这样就堵死了贪官继续与肉百姓的可能。 二,索赔,所贪欠金额一经查实,无论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必须全额如数赔偿,如果部门亏空,所在部门主管官员要负相应的经济责任。 三,抄家,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一方面严搜雅鼠,一面行闻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就是赃官死了。 也要向他们的子孙们追陪,佣正还推行了三个著名的反腐制度,火号归功,养联银和密奏制度,火号是指税收在运输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而损耗的部分,在以前,这部分损耗是由百姓来承担的,也就是说官员会多收一些税以补偿损失。 这就给了官员贪污的机会,他们可以故意夸大火号的比例,或者虚报火号的数量,从而多收钱两,佣正废除了这种做法,规定火号由国家来承担,也就是说,官员只能按照实际收到的税收上缴,不能再多收一文一例,这样一来,官员就没有了贪污的空间,养联银。 养联银是指,雍正为了鼓励官员连接奉公,而专门给他们发放的一种补贴,这种补贴的数额,根据官员的职位和地域而定,一般在几十两到几百两之间,雍正认为,官员之所以贪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俸禄太低,无法维持生活,所以他给他们增加了一笔收入,让他们不再为钱发愁。 秘奏与普通奏折传递的国家大事不一样的是,秘哲上面的内容,大多数是与官员作奸犯科,犯案这类相关,也就是官员向皇帝打小报告,因这些内容,只有官员与皇帝知道,所以大臣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互相监督,制衡的状态。 如此情况下的朝堂,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命令侍从,可见雍正皇帝时期中央集权一度达到了顶峰,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秘哲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出现。 不过这种情况是极少数,一般只有皇帝极为亲信的大臣才有资格上秘哲,到了雍正皇帝这里,直接就把秘哲改成了一个固有制度,不仅是经官每天要上秘哲,就连外省的官员也要实行秘哲制度,即便是无事起奏,也需要在秘哲里写明为何没有,属实把秘哲制度弄明白了。 而且,当时秘哲的送达也是特别有讲究,首先是装奏哲的箱锁是特殊定制,每个有资格上帝秘哲的大臣都有一把专用的锁,当箱子运送到雍正手边时,只有雍正能够有资格打开箱子。 批阅秘哲,其次是秘哲上帝过程中,经手人的数量减少,大家都人人自危,自然作奸犯科的人就少了,经过历经图治,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里,通过大刀阔斧的整顿励志防止腐败,迅速扭转了康熙晚期击毙严重政局,朱元璋和雍正都是反腐明皇帝,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对付贪官。 朱元璋用杀戮来震慑贪官,雍正用智慧来吓唬贪官,从效果和方法上看,雍正更胜一筹,他用三招吓唬贪官,比朱元璋用十五万招杀贪官更有效果,这说明了反腐不仅要有力度,还要有策略,只有用智慧而不是暴力来对付贪官,才能真正的整治立志,保障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历史教训和智慧。